川军及四川军阀的统称 川军、北道之战、守门之战和二流之战 经过长期和激烈的战争 赖兴辉的22军、刘承勋的23军被其他军阀消灭 刘存后的23军被一般过路的中国工农红军消灭 杨森的20军、邓熙侯的28军和田宋谣的29军 虽然保存了下来 但也在军阀混战和与红军的战争中大伤元气 刘文辉的24军 吉原省军在二流之战中一败涂地 退往川边喘息 而刘湘的21军则在蒋公的支持下 成为四川军阀混战中最后的赢家 四川军阀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形成固定的派系 有人曾按军阀首领毕业的军校 将川军分为保定系、速成系、军官系 然而这种划分并不合理 正如识人分析 但我们从实际上考察起来 他们纯然以利害关系为前提 而造成相互的合作与敌对形式 并无所谓派系 更具体地说 他们每一个军阀相互间都是矛盾的 例如杨森和刘湘 虽同为速成系 而在过去新就二军之分裂 以及明十七年夏冬的大战 他们的关系已私地粉碎 刘文辉与邓、田本同为保定系 然而田宋谣因王思忠不知曾被刘文辉勾结叛变 邓西侯的陈洪文等之被刘文辉的收编 又造成了他们抵深刻的矛盾 因此 川军各部首领之间 虽然因为同学关系而有一定的联系 但真正决定他们亲疏抵有关系的 还是现实利益 说的更具体就是部队和地盘 由于长期以来四川群泄逐鹿 没有一个大军阀将四川统一 因而四川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防区制 各军阀以限为单位划分防区 在自己的防区内横征暴敛 供应军需 由于开支浩大 正常征税难以满足军阀的胃口 四川各个军阀发挥创新优势 敢为人先地采取御征的手段 也就是打破一年一征的规矩 将若干年后田赋提前争取 例如1934年的28军 在新凡和冠县御征了民国80年的田赋 在川陕军防区内甚至预征到了民国100年 在劫则而鱼的同时 军阀们为了争夺更多的防区 不断发动战争 同盟会元老黄炎培先生曾赴施约 刀兵22年多 鼠乱从头鼠起鹅 战役479 伤心腹脑泪 由于防区制的存在 川军在四川省内形成了微缩版的军阀割据局面 而最后统一四川的刘湘 当然也就是低配版的蒋公两 刘湘在川军中本身没有压倒性实力 是通过联合其他中小军阀打败自己的腰霸的 所以他无法采取强硬手段来消灭其他军阀 只能采取像蒋公一样的手段 通过正直手腕拉拢各个军阀 同时尽量扩充自己嫡系的实力 因此川军在刘湘统一后 仍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团体 依旧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就在刘湘绞尽脑汁地稳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 红四方面军以雷霆万军之势进入四川 建立了川闪苏区 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了川军的原有势力 紧接着中央军入川 川康整军会议的召开及抗日战争的爆发 这一切新形式的迅猛发展 无不预示着刘湘和其他川军首领苦心经营起来的江山 已经难保了 抗战期间 川军是杂牌军中番号最多 兵员最多 参战最多的部队 其中四川有头有脸的大军阀就有十余位之多 因此不同于本号之前介绍单个军阀时通常一篇 最多两篇文章就能介绍清楚的情况 介绍四川川军各军阀派系可能需要五篇左右 文章的篇幅才能叙述完毕 它改变了苏联将先后介绍川军中刘湘 杨森 邓熙猴 田宋谣 李嘉玉 刘文辉 范少曾 郭汝栋等不光在四川叱咤风云 更是在民国这方群雄逐鹿的大舞台上 留下明信的枭雄 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